那现在这俩闺女跟谁住呢 生活在一起 跟我们在一块呢 那怎么叫您呢 都叫阿姨 谁管这俩孩子呀 应该她管 她让我管 因为她管不了 她都让我管 因为我不说比较忙 白天晚上我都都得干活 她让我管这俩孩子 我真实在呀 我都管 我把我自己的音乐爱好 我都给那个 您什么爱好 我特爱唱歌一个时间 我跟那个楼底下几个朋友 唱成什么K歌之类的 你那么多人 你非得玩得能多 地方去 你在家给孩子 辅导辅导作业不好吗 他就是想让我 给他当免费的保姆 不是我就问问 那俩孩子跟您关系怎么样 一般吧 因为我这个人心眼好使 善良也没啥大事 还在蹭我 但是呢 人家不愿意听我 你孩子这个年龄段 也也是迷反心态 没错没错 亲爸都管不了 你说我既不是亲生母亲 又不是继母 你说我能管他们了吗 对对对 倒是名分上 你们看女性跟那个啥 多好沟通一点吧 两回事 更可气的是啥呀 你说他那俩孩子 学习成绩不好了 还来我 你说我不在上外 唱歌 我带我街饼舞 我K歌自己那个拨抖音 他还刺激我 你说情侣之间 互相争搞对象 时候你真夸我 还不得已 他刺激我 说啥子 是我老黄 我吃女嫂 我转嫩 我自己拍抖音周 我影响他孩子学习了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是我给抖的 你这把声音开得那么大 你又K歌 又刷抖音的 又又我琴呀 我的爱呀 你老唱这种歌曲 你不影响孩子 学习 你这意思都是 嫌我岁数大呗 我岁数大 我都不应该听听 情侣阿姨的歌 那是啥子的 我唱个情侣阿姨的歌 跟我岁数有什么关系呀 你可以不租那房子 带着孩子搬走啊 我不是 在这还没找到 合适的房子吗 哦 所以你跟他也没有 这种恋人关系对吧 有 那刚才您那句话 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还没找到 合适的房子吗 那您到底 徒人房子 免房租 跟人谈恋爱 还是徒人那人呢 我还看他 心里挺晒了的 平时对我能照顾孩子 哦 你们俩相处多久了 相处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啊 下一步怎么打算呀 是分手还是往前走啊 你说都是 他这个一次 二次都是一点多 这个表现 让我有点 真的有点寒心了 哦 您就不相处了是吧 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您怎么打算的呢 我的意思是 跟他继续 继续是什么意思 继续谈恋爱 还是说准备结婚 您指的 终备结婚 他就跟您说过吗 说过 你说现在我 都开始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了 都我们都已经打得会 那个臭人似的了 天天都吵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的 之前 他没怎么吵的时候 他都对我不提 谈婚论嫁这事 这现在打成这样了 他愣跟我说提结婚 这里边肯定又有 他的什么小阴谋 职场上会 我去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